画面中可以看到海滩上有大批人群正在四处逃窜 而后头有两只海狮摇摇晃晃不停在追赶 迅速往人群里冲 这段影片在抖音疯传观看次数已经逼近一千万 而地点呢就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地雅各海滩 10号当天有不少游客在海滩晒着太阳 却突然遭到海狮追赶吓得大家惊慌失措 不过事后媒体采访影片拍摄的民众才知道 原来当时海狮正在沙滩上糊糊大睡 却有一名女游客靠近他们想要拍照 而游客当时距离海狮大概只有四英尺 大约是一点二公尺 结果惊动了海狮因此开始追赶 后面上看起来像是海狮生气才在追赶人类 不过专家却有不同的解读 专家表示其实现在正值海狮的交配季节 因此影片中的两头海狮 其实是在相互追逐争夺交配的权利 根本没有把人类放在眼里 只是刚好大家都吓得不断奔跑 看起来才会像是海狮在追人 不过幸好最后也没有人因此受伤